哈嘍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是烏魯最後的一場 我會帶來最後一場轉播啦 就這場比賽呢 就是 Mista對上 Marineload的一場比賽 然後是一場蒙古內戰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很值得跟各位來帶一下這場 我覺得這場蠻精彩的 主要是 這場有一些 比較少見的一個打法 然後兩邊也是有來有回 蒙古呢 在這次烏魯的對戰就是這系列戰中 紅牛杯嗎 我記得勝率還不錯 因為 我不確定應該可能蒙古的那個 其實蒙古打得好的話他真的蠻難打的 主要他可以早期的騷擾 然後中後期的話 其實他也有一陣子的爆發期 不然那個草原防衛據點蓋出來之後 黃金的收益其實也不會差 所以等生成之後的長貓期 金馬啊裝甲什麼的都還是蠻有威懾性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這邊的話 藍色方 就是 The Vista 然後 黃色方就是Marine Lord Marine Lord的話真的 微操真的蠻屌的啊 不得不說 他的操作力真的是非常的行 那蒙古一開始開局沒什麼意外 就是一定要開一個好不好 因為 對蒙古而言這個 石頭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資源 對蒙古來講那個影響力是可以拿來 升單位 或是升一些特殊科技 所以 還蠻重要的 就如果你要打一些早期的戰術的話 尤其現在蒙古 早期戰術打的應該還是要比較多啦 就因為 他有這個 早期的優勢吧 包含那個早期騎手 然後又可以插塔 就是主要是插塔去干擾人家的資源點 封金礦啊封一些木區啊什麼的 不過蒙古內戰的話我覺得 插塔的概率應該比較低一點 被Mister 抓了十二頭羊 好應該是這張圖啦 這張圖應該是羊比較多 感覺地圖上羊真的是蠻多的 非常適合一張 非常適合遊牧的一張圖 OK 那前期應該就還是以 看一下 這個配比應該都差不多吧 哦 Murigo這邊是配了木頭在伐木 OK那他出了軍營了 這一場他出了軍營 然後直接利用那個影響力嘛 敖包 裝備生產 然後直接出兩隻槍兵 到前線去騷擾一下 尤其像蒙古前期的敖包通常 有概率會離得很遠啊 像離這麼遠的時候 你兩隻長槍過來也不好擋 不過對方也是蒙古 但這個開局沒有配木頭 所以他可能抱不出軍營 也就是說這個敖包 可能被發現的話 應該只能眼睜睜的看他被燒 看一下那個視野 視野有探到這邊應該有看到敖包 所以他Murigo這邊派那個 槍兵過來 是完全是計畫之內的事情 不是要出去探 等一下赤猴過來探的時候 就有探到這個敖包的所在地點 The Mista這裡的話呢 還在外面採羊嘛 養孩一大堆 不過自己的敖包已經被燒了 應該沒有辦法阻止喔 有什麼機會 我們就還是以上風為主吧 既然 Marin Lord這邊是有選擇長槍兵的 他理論上 上風的時間應該就會比較晚一點 開的是鹿石 看到這裡蒙古 開的是鹿石 百分之 九石啦 應該都是開鹿石 因為鹿石是可以加速 在附近所有單位的跑速 代表說 你的村民採提效益也會提升 這也是為什麼蒙古比較常開鹿石 而不是那個 之前那個銀之樹 因為銀之樹還是比較有風險 而且Marin Lord這邊是直接派了五個 只有五個槍兵過來燒 這個奧包應該一直撐不住 很快就會崩他了 那當然蒙古各位都知道有克韓嘛 那克韓這個東西就馬功 可以邊移動邊射擊 同時身上有這個各種箭矢 不然這個獲得該區域的視野 然後防禦劍攻速劍跟機動劍 你就看你有什麼需要可以去用 像移速劍其實也是蠻好用的 有時候你在追擊敗退敵的時候 你打紅劍戰術 機動劍是可以去追擊的 好像攻速劍的話一樣嘛 有蒙古跟你對A弓箭的時候也是很容易開這個 那當然 對方弓箭比較多的時候 開防禦箭這個護甲加二 其實真的還差蠻多 你想說五秒到底能做些什麼事情 五秒可多了 大量軍隊交戰下五秒的DPS不知道有多少 好 這邊是優先 直接照下陸石之後就升到了第二十代 陸石可以解除異戰網路的科技鎖定 可以讓與地標和邵戰的影響範圍內的單位移動速度提升百分之十 原本 那個邵戰是提升 我記得是商人跟騎兵的速度 那如果你是用陸石的話 就是連村民都會加速 因為 有牧民 蒙古這個文明就 資源很常會在外面採集 所以那個走路的距離其實都 蠻容易很遠的 現在Marino的槍兵應該沒有什麼機會了 因為通常蒙古的建設 建築學應該都是 框在自己的建築旁邊 所以這裡大概沒有什麼機會來騷擾了 就等 弓箭之後吧 我燒了一個熬包多少都還是賺的 畢竟 蒙古這邊就沒辦法 就是 Mr這邊就沒辦法去 收集更多的影響力 這邊就還是要造下熬包 沒有熬包還是不行 雙倍生產差滿多的 等於是免費的單位 對蒙古而言石頭是沒有用資源 就他不能拿來蓋任何東西 對他來講石頭就是一個 拿來造兵或是生科技用的一個 特殊的一個資源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射箭廠移過來 吃熬包效果之後 直接做雙倍生產 問題 應該是直接要點 等一下是要點那個 弓兵還是怎麼樣 應該看到對手槍兵 會想要打一波強弓 弓兵生產兩個弓兵 兩邊都還在 試探彼此的虛實 Marinload 照下鐵匠鋼 要拉科技喔 還是要拉那個工程工程 看一下我們要選擇拉什麼科技 Marinload 這邊 兩邊資源配比差不多 沒有差異太大 Marinload 還派了一隻赤猴在這邊 巡弱 他竟然有多造一隻赤猴 OK 再升遠房 竟然是升遠房 OK 射箭廠可以拼弓箭 兩邊都選擇一樣的 差不多一樣的戰術 只是Marinload 一開始的槍兵還在 那他應該沒有那麼多資源 在升更多的工兵啊 理論上 因為他一開始就已經消耗掉他的 一些資源去造槍兵了 這工兵理應不應該要比Mistar多 所以現在交火的話 Mistar這邊是會優勢的喔 看一下鐵血汗 鐵血汗 這邊過來 果然Marinload也知道 他自己的 目前軍隊數量是不夠多的 所以就往回推 分數兩邊差不多 然後Mistar這邊 是也開下鐵槍鋪 要拉科技 沒有科技的話 隊A還是蠻傷的 尤其是工兵的隊A 工兵博弈啊 那個遠房或遠攻 都是很重要的 可以拉那個工房科技 一防 開始工兵也才五點傷害 你射壓去 少少這個一點傷害 這幾隻 這麼多隻 十二隻就少十二點傷害 一隻工 一隻工兵槍兵的血也才七十九十這樣 所以你說有沒有差 其實是差蠻多的 這邊排成Z字型 其實現在蠻多 線上的玩家都會用這個 就高端場也是一樣 就是很會 用這種Z字型的陣型 讓自己的陣型可以散開 以防對手的近戰部隊 快速的包圍自己 所以用Z字型散開是還不錯的一個方案 兩邊手推車也都拉了 然後Mistar這邊是多拉了一個死路 還有一個雙闊服 所以Mistar這邊是打一個比較經濟型的感覺 他先拉了兩個一階的科技 長久下來還是會對資源的獲取有差異 看一下 這邊也一樣應該都在拉遠房 基本上遠程護A的時候 遠房都 就四代裡面遠房 還是蠻優先會去拉的一個選項 因為 你增加遠房的話 你不管是進攻還是 做防守 你其實都用得到 因為 全騎封箭 弓箭的戰術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你有升遠房的話 抵抗對方攻擊力是 蠻有效益的 等這麼說的 哇 這裡15隻弓兵 我們來看一下Mistar這裡 也是15隻弓兵 但攻防看起來還是 Marine Law這邊比較高 而且還有一些強兵 這邊可能側翼要過來 這邊要停操作了 來這邊交戰 開下了什麼劍 防禦劍 攻速劍 這邊開攻速劍 所以應該 可是少了一攻 就不好說 看一下這兩邊的交火 這邊剩11隻 藍色也剩11隻 兩邊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Marine Law這邊竟然沒有開任何的 那個技能 那個鐵血漢沒有 沒有任何的 動作 而且就這樣對A 沒有差多少 我們開了 開的是 速度劍 要追擊 他講開速度劍 想要直接貼近那個 Mistar這邊的弓箭 11隻弓兵 這邊也還11隻弓兵 但Marine Law這邊還多了一些槍兵在燒他的敖包 如果這時候 Mistar把那個弓兵的注意力放到槍兵身上的話 他就會被對方的弓箭打 這也是蠻危險的 弓箭 目前 弓兵的話 Marine Law的還是比較多 這邊變15隻了 反而Mistar這邊只有10隻 不過 經濟型 Mistar這邊是直接拉下草原防衛據點 草原防衛據點的話 就是可以當蒙古包使用 純黃金可以加50%的 收入 所以對蒙古來講 這個草原防衛據點應該 就真的沒有其他選擇了 至少目前沒有看到有人用其他的 草原防衛據點還是蠻重要的 你就等於是 假如這個8000你可以再多50%的 可能12000的收益 那差蠻多的 尤其四代黃金枯竭的也算是蠻快的 外移這個資源去採的時候 風險都蠻高 而且Mistar這邊也是 看一下 Mistar這邊一直在燒Mistar的敖包 反正不想讓他用敖包 瘋狂的燒敖包 Mistar這邊被 建了敖包之後 感覺現在也沒有部隊防守 有點尷尬 弓兵 都還是家裡 部隊量感覺不夠多 反正Mistar這邊的弓兵有16隻 Mistar這邊只有12隻 而且兩邊也都差不多時間就進城堡 稍微晚一點點而已 一個開防禦箭 阿力哥開什麼 沒看到已經結束了 出了一個裝甲步兵 在城堡時代初期的裝甲步兵 工兵是射不動的 一滴一滴在射 這其實蠻吃操作的 真的得講 你如果自己有玩的話 這真的蠻吃操作的 因為那有長寶旗 然後有步兵有工兵 你這個每個部隊都要控得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這種小部隊的交戰當中 其實你的部隊質量有贏 即便你有贏 你沒有操作好的話 你還是會輸得蠻慘的 然後看到 Burn Lord這邊 感覺在鋪那個哨戰過來 因為他那個路石可以延伸那個加速的範圍 所以他如果這樣一路撲過來 不管他撤退還是進攻都會比較快 還蠻有差的 算是一個戰術性的一個哨戰 撤退的時候加速15% 你就很容易可以逃掉 Mistar的長寶旗走進來 看起來是佔不到便宜 看這全部加15%的攻速 看Mistar這邊要選擇什麼樣的打法 馬舊 軍營也是什麼都升 感覺也是蠻混兵的 看起來是以長寶旗為主 要進一波騷擾Marin Lord這邊的經濟 Marin Lord這邊還是工兵 工兵為主 然後再生老練 還有工程工程 用衝車做推進 Mistar這邊是長寶旗為主 如果沒有配適量的槍兵的話 其實有點危險 開始混了一些弩兵進來了 建築柱列這邊看一下Mistar這邊有弩兵 然後再生長寶旗 然後Marin Lord也是生弩兵 也有一些長寶旗 其實到處都 就是混兵 現在就是流行混兵 四代混兵也蠻重要的 太單一的部隊 很容易被擊 很容易被擊潰 所以至少也都會兩個兵走 這邊側翼過來 已經大軍壓到的Mistar底下 那Mistar這邊也有一些 少量的長寶旗過來 要騷擾Marin Lord Marin Lord這邊還有一些 造戰 而且靠試驗中心比較近 感覺幾隻金馬 應該騷擾不到太多東西 哇你看那個蒙古 蒙古其實外面抓資源 都很容易抓到的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他外面資源 你不能造城牆嗎 蒙古不能造城牆 所以你在外面造資源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騷擾 所以說蒙古越打 後期大家都覺得蒙古後期 其實是不好打的原因 不好用阿 不是不好打他阿 是蒙古打到後期 偏爛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防守 是偏弱的 所以你必須要採取主動進攻的態勢 這也是為什麼他這個 加50%的黃金太太有這個OP 因為他必須要讓蒙古維持在進攻的狀態 不然對手直接壓到蒙古臉上的話 真的不好防守 但你可以一直照哨戰阿 照哨戰去做防守 這也是蒙古蠻常見的一個防守方式 就這邊都插滿哨戰的 差一根 差兩根反正也差不了幾個木頭 這少量金馬其實沒有用阿 效果太差阿 你過來殺一村 然後也沒什麼用 就也沒差 雖然 現在Marine Road好像是單TC而已 應該兩邊都單TC吧 這個PO不到 而且狼是不能感化的 我不知道克函會不會被感化阿 應該不會吧 你不知道 我不太確定 我不知道克函會不會被感化 如果這樣的話他不只有兩克函 應該不會有這種事情 這我覺得倒是不知道阿 好啦看Marine Road這邊的軍隊還是蠻多的 我看一下軍隊的組成這邊 以工兵為主 然後 槍兵 母兵 都有 蠻混合的 雙兵的話 兩邊差不多應該都打一個單TC 現在炸不出太多的木頭 工兵非常消耗木頭 一隻50木 40食物 所以 不太可能這個時候還有辦法拼那個 聖人中心出來 蒙古開TC要900木 你現在把900木花掉的話 我看另一邊應該會很開心 你的軍隊量是直接 下滑非常多 而且只要被偵察到的話 我就像這裏 這裏 這邊是 OK Mistar也是打的蠻經濟的 這邊法師人中心直接就開下來了 他其實現在軍隊很少 看一下 其實軍隊指向還好 那這邊還是有一定的軍隊指量 那就看Marine Road這邊會不會也開2TC跟對方打 也是差不多 所以其實兩邊打差不多的戰術 難怪兵量差不多 就是一邊 放 就是一邊準備一些一定質量的部隊 然後去做一個潛壓 然後在家裡也是順便就開框 這個也是 常見的 那如果 如果 Marine Road決定要打一波的話 對開框這邊來講 就防守壓力就大 當然風險也是有吧 你開框 沒被打下來 你防守住了 那進攻方這裡 當然 但 劣勢就會很大 他們差不多時間都拉下試人中心了 所以等下村民術應該也不會差太多 那現在要拼的就是兩邊的戰術跟兩邊操作了 三千三百分對三千兩百分 ミス塔這邊還是繼續再用一些 少量的捷獵部隊想要對 Marine Road的做壞壞的事情 但這個有點困難啊 光旁邊這邊 這個少戰倒是忘記拿出來 也是會失誤的嗎 操作之神 Marine Road在這個系列賽裡面就是真的表現得很好 他在他的那個操作力 他連打Biscuity那時候也都一樣 他操作真的很好 不得不說 完全沒辦法跟上的那一種 這就是以前戰略遊戲 如果有這種選手在的時候 你完全無法超越的原因 就是有硬的硬實力 他操作贏就是贏 戰術打再怎麼飄都沒有用 人家就是用同樣相同的質量的部隊可以操作贏 而且這裏看一下 Marine Road這邊是直接下兩個少戰 然後直接把兩個聖地給占了 這聖地還離得非常的近 這兩個聖地是怎麼回事 離這麼近 這兩個少戰直接插在這邊超級難推的 好啦 Marine Road直接往前推 而且又在拆敖包 敖包仇恨者 但是 後方這裏應該也被察覺到了 因為這邊傑瑞部隊 Mr傑瑞部隊在後面應該也被看到 現在投車 出這台投車車其實 要看他有沒有辦法輸出到吧 因為現在工兵Mr.也是不少 他出這個投車車也沒什麼問題 要保護好這台投車才有意義 不然這個投車其實消耗掉蠻多的資源 那個小型的捷衛部隊還在伺機而動 而且 哇 Marine Road還直接拉上巨頭再加上弩炮欸 他這個獄警的倒是什麼都準備了 一台投車車反攻 然後反工程器 然後去打對方建築 造了一半 他在確認對手情況是不是 哇塞 這個 這個意思 他先造一半而已 他造了一下然後看一下對手是不是 有沒有機會做進攻他才把他造完 不然他就可以取消掉退回資源 但Marine Road這邊已經控制三個聖地 噢 沒死他 他後面在累積部隊了 然後看到對方有有這個投車車的話 還是安全一點出個弩炮反制一下 好確定對手的部隊量 然後造了兩台弩炮想要反射 但 這裡Marine Road的工程部隊有點過多 我們看一下這一波 充塵器打了一下 但沒有造成太大的殺傷 後方的弩炮發揮作用了 這個投車只拋了一把 石頭就被打爆 而且 後面的弩炮現在出來完全就是浪費資源 這一波Marine Road非常虧 的Mistar這邊是大勝喔 基本Marine Road這波根本沒有打出什麼東西 你看這個殺傷價值來看 Mistar這邊是直接殺了6500多的價值 Marine Road才3900而已 這一波交換非常的虧 那還繞了一隻小的長包旗進來 沒有什麼問題 繼續往前推 現在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Mistar Marine Road中間還是有一些少戰鬥生的弩炮 邊走還是邊被射 但這部隊量真的有點可怕 而且這場比賽就是跟各位說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戰術 現在天梯超多人在用 他就是會加薩滿上面補血 補自己的蒙古軍隊 因為之前蒙古我真的是蠻少看到有人會用薩滿去補自己的敵人 尤其是這種組合 現在薩滿又突然流行起來了 就蒙古打薩滿這個戰術 原本都是神羅嘛 就是或者是那個德里蘇蘭嘛 因為他們會順便會出教掌 會出學者 可是現在連蒙古都會出這招了 用薩滿補 你看這個效益還真的是蠻不錯的 這正面部隊打過去Marine Road的壓力非常高 Marine Road這邊還是有精準在點殺對方比較重要的部隊 看一下這裝甲步兵剩下的坦克也是所剩無幾的 這直接壓在Marine Road的家裡打 包含師任中心這邊也在做射擊 縱使有薩滿在這邊補 看起來還是蠻坦的 而且這薩滿這樣補起來連弓兵褲射都射不太死了 還有混一些弩兵 後面的Mistar的部隊還是持續的往前在補進 但是頂著師任中心這一個殺傷感覺還是不行 血量不夠撐喔 師任中心這個砲火還是太強了 這都是輕甲部隊而已被射還是太痛了 結果這波竟然沒衝下來 太可惜了 這殺傷的效益突然 殺傷價值突然拉平了 那剛剛那波想要把對方的主力部隊全部衝掉 但是沒有得逞 而且Marine Road的經濟還是很好 這邊開了加速箭往前追 殺滿死掉這個 反而殺傷價值突然被反衝 這就是 我覺得Mistar這邊太衝了 就是他打贏之後 其實贏了那麼多部隊 Duck可以再繞出來 然後打一些比較脆弱的一個地點 因為像這邊有師任中心 而且 蒙古也沒有城堡 他自己也知道 打這個地方的話 把他出兵點壓掉其實也是一個蠻不錯的做法 而且部隊贏那麼多了 後面慢慢的農就好了 再把他外面的聖地也搶一搶 這個少戰開這邊 升個加農炮就 你看多少都還可以殺擊的單位 拖延聖地被搬回的時間 要用神聖聖地這場應該是不太容易的 連牆壁都沒有 不過CSI確實有蠻多德里蘇丹是有獲得神聖聖地的 就是用那個封劍時代就可以封牆 把那個聖地封一攻 也就還蠻容易可以獲勝 德里蘇丹在封劍的時候真的也是蠻 蠻討厭的 如果被他封到那個聖地的話 你沒有沒有跟他打 沒有跟他打封劍的話就很容易被搬 就是被打到輸掉了 整勝勝利 十分鐘 OK 米斯塔這邊大勝之後過來這邊把 美人樂的聖地也壓掉 現在差到了八百分 經濟的話美人樂的這邊是比較好一點 你看剛剛那個米斯塔在外圍騷擾的那些 騎兵部隊 其實也沒有打到什麼太多的經濟 那反而 反而是米斯塔這邊的村民 倒是落後了 不確定是被殺還是 單純中間有斷村 我不太確定看起來這邊就斷村 但他村民沒有一直在照 其實這村民術還不夠 感覺米斯塔自己也有斷村 應該吧 這邊有在照嗎 啊這個TC 這時候才開 確實還是有斷村的 兩臺拋石車 第三季的拋石車的距離非常之遙遠 我們先慢慢的拆掉哨戰 保護幾臺弩炮 提防這個 的弩炮跟他對A 不過 這裡應該很難 因為現在發起第一炮的是 Maring Road的弩炮 這趕快往回拉 又要再一次主力的交鋒 Maring Road的是以弓兵為主 然後 Mistar的話呢是超級MMA 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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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吧 對就是 我記得這個什麼 混兵 你看 超級大混兵 這個對純工兵來講 我覺得不是太好打破啦 不過要看操作 這邊頭子車的話 再往後面丟這些弩兵 而這波部隊只要看起來 應該Mistar會比較的優勢才對 不過現在 Maring Road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吃到靈氣 不過這只是速度靈氣而已 應該沒什麼效果 而且這邊有大量的薩滿在補血 我的老天 這薩滿補的還蠻熊的 直接死九隻薩滿耶 挖一堆黃金在這個薩滿身上 但是好像前線部隊頂光了 薩滿竟然沒有補起來 太令我意外了 這薩滿竟然沒有補起來 但Maring Road這邊部隊看起來 剛剛好像都只有弓兵為主 但也好沒死多少 後面的頭子車其實還造成了不少殺傷 這個一波下來 你看Mistar的部隊也沒散開 利用薩滿在硬補 然後你在點殺對手的頭子車的同時 Maring Road這邊也是在操作 點殺Mistar的薩滿 他都有在點一些重要的單位喔 哼 這混戰中真的超難點的 我是說真的 你知道 他一直在點對方的薩滿 他知道這個東西 會讓自己的戰損比變得很高 可是這一波Mistar推進來 依然是沒推過 而且混了兩個少戰在這邊的殺傷輸出 還是蠻高的耶 但是少戰好像沒升冬季嘛 剛剛才升嘛 所以剛剛那兩個少戰應該沒有太大的作用 但 這好像Mistar也只剩薩滿的 所以這前線打一打好像也沒到非常優勢 因為主要是弩兵 這裡打工兵並沒有加成 然後Maring Road的優勢以一個工兵為主的一個兵表 好蒙古 那個Mistar這邊還是弩兵 Mistar的弩兵是比較多的 但打起來沒有太大的優勢 這就打一波下來 五千對五千 Maring Road還多準備了兩台頭的車 哇 這下難打了 十六隻薩滿 Mistar的 Mistar在 比賽裡面也是被評為就是戰 戰術高手 就是很多遍的戰術 會打一些比較 奇怪的招 或是比較特 比較新穎的一些戰術打法 那確實啊 蒙古之前真的很少看到這個薩滿 那第一波薩滿那一波真的是還蠻成功的 不得不說 Maring Road的操作還是真的屌 就不是不光是單A而已 那個 對A的情況下 他也沒有說 我知道對手 他薩滿那波就是 Free Free to A 沒有他A的時候 也是有在點那個Mistar這邊重要的檔位 繞進一隻親戚過來看一下對手情報 應該是確定對手這個部隊他有辦法處理的 所以Maring Road這邊是要做推進的 四台的弩砲 真的Mistar沒有準備 反攻城兵器應該不行 就是他沒有準備弩砲這個 弩砲直接被壓制的話 投資車很難有人可以對付的 尤其他一看到Mistar這邊的組成 全部都沒有進戰單位的時候 就特別的開心 而且 Maring Road一直在往前鋪他的哨戰 這讓他在撤退進攻的時候 速度都會拉得非常的高 這其實也不是一個好事情 Mistar這邊 家裡部隊其實是不少啦 但這裡 看一下 已經是提前交火了 頭車往回拉 這真的超難操作 你看這遊戲的盪 正常人在操作這個部隊的時候 你要一次掌握六個不同類型的部隊 很不容易啊 說真的不容易 你看Maring Road這邊也是 Mistar Mistar這邊也一樣 你看這部隊 你打混兵 簡單說你自己的操作也得跟得上 不然你打混兵變成只是A過去的話 有時候 會反而很虧 因為你的混兵都在打一些 不對的目標 什麼槍兵跑去戳裝甲 然後弩兵再射攻兵 就不行 你就是得一個一個去操作 所以Mistar也發現了 對方一直在往外插哨戰這件事情 自己也是插哨戰要把那個速度鋪出去喔 對蒙古來講那個開路時之後 鋪哨戰出去加速自己的軍隊還蠻重要的 好想 村民是 好村民 拿去採黃金 右邊黃金採完了 然後拉回來 現在 支援看到Maring Road這邊還超多的 黃金 黃金木頭超級多 Mistar這邊是花得非常乾淨 但軍隊質量來看 你看Mistar這邊根本 軍隊質量也沒超過Maring Road 對 Maring Road這邊主要還是以工程器為主 當然是比較貴啦 不過 工程器能造 創造出的價值本來就很高了 所以這波 不好說 你看光這個 這幾個馬舟都還沒蓋完 這操作就已經沒有跟上了 你看Mistar這裡 他有一些閒置村民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馬舟沒造完的 就開始去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操作已經快要跟不上了 因為太多太多部隊要整理 而且還要調配經濟 尤其 蒙古的資源又很容易踩乾 差不多打個幾下 你就要趕快回去調配幾下經濟 如果這時候還是激戰的時候 你就很難抽身去做這些事情 馬舟都沒有蓋完 他慘了你 不知道 會不會受到影響 但Mistar資源也是花的差不多 沒有 他的食物還很多 兩邊人口也是幾乎是滿人口 要做一波直接交換軍隊 不然滿人口也沒什麼用 Maring Road抓到右邊這裡 可以來騷擾哨戰的Mistar軍隊 但左邊這裡Mistar也是把 Ming Road的哨戰給拆掉 而且完全不管這個薩滿 這薩滿在這邊戰爽爽 路過都不處理一下 完全無法注意了你看 四代打到這種場面也是真的滿需要操作力的 他只是相比二代或者是一些星海二這種 相對不好操作力 但他還是需要 他畢竟還是一個即時戰略遊戲 這邊做一波包圍 Mistar軍隊展開非常的漂亮 四周圍圍上來之後是圍上了 Maring Road的工兵團 左翼這邊有精銳騎手保護 右邊這邊就沒有了 這工兵直接是手當騎衝 自己的投資車看起來也是跑不了了 直接被騎手給抓掉 但Maring Road這邊還是利用弩套在我往後做 做拉打 甚至自己的弓箭手也是 邊打邊會 那Mistar這邊是騎手的話 其實防禦沒有到那麼高 還是可以利用弓箭手去做一個殺傷突破 Maring Road在主場的作戰優勢 還是可以補出非常多的近戰騎兵 Mistar軍隊壓上去 這一波看起來好像 可以把Maring Road的壓掉嗎 頂著兩個哨戰 但後方這五個弩套 就算打單位不太痛 也是有三十點傷害的 大滿非常的多 這邊有十七隻的薩滿 在補著自己的前線 但Maring Road的工兵 感覺好像沒少過一樣 這後方的軍隊一直在補欸 很像這個建築駐列 Maring Road的建築駐列 Mistar當然也是一樣 可是現在主場作戰 補兵的速度還是 Maring Road比較快 而且Mistar這邊再次的衝失敗了 三進三出 攻擊三次都沒成功 這幾台弩炮在這邊 還是有他的貢獻 而且你看後面這頭子車 完全就推不進去 這一波打完之後 虧到翻天 五千六百對八千分 Mistar這波又沒充起來 Maring Road的這個 拉打再加上後方的補兵 讓這場戰鬥變得 無法預設 而且 後方的那個頭子車 掌握了工程優勢之後 其實確實是讓Maring Road 更加的有優勢 掌握工程兵器之後 很難推進 而且 你直接拉到人家家裡打 對方也有哨戰 有那個 城市中心 你的軍隊被消耗會非常的快 那個殺傷價值 Maring Road已經殺到三萬一千分的價值 這就是 為什麼他 剛剛那波衝下來 其實會輸的原因 如果在打野戰的話 真的不一定 不一定會輸喔 因為剛剛Mistar的部隊 其實展開得非常漂亮 而且他的薩滿 確實也是補了蠻多血 但因為在對方人家主場作戰的關係 這個軍隊的補充的數量 確實是 完全跟不上 也沒空去騷擾人家資源點 現在Mistar是 存亡之計的 對手的部隊是直接拉上來的 你看 拿弓兵就把建築給拆掉了 這有多兇狠 Maring Road這邊又是200人口 Mistar只剩150人口 其實 分數這麼一看 現在也是偏危險 感覺要反殺的機會 有點不太高 但如果你有投石車 你有信可以直接砸到這些 弓箭手的話 或許還有機會 就是Maring Road這邊有弩套 你怎麼打 你現在等於是 三軍拳 你的空軍沒的意思 你知道嗎 就直接被掌握自空拳 你的陸軍就能被轟炸了 你在司機帝國4也是一樣 你工程器有投石車優勢 但被弩炮封鎖的時候 你工程器就不能用了 反正弩炮這種東西也很好 很有趣就是 你先照 對方沒有出工程器 那你弩炮就是浪費了 所以現在我覺得這一版的工程器品牌 其實還是蠻不錯的 這一波直接推上 那Mistar這邊都是老練騎手 Maring Road這邊確實都只有工兵 我覺得這老練騎手 理應上應該是要獲得很大的優勢才對 而且 這左邊的預警部隊倒是讓 Maring Road一定是提前察覺的 Mistar還有一些軍隊在後面這裡發呆 直接把部隊往後拉 然後上了大量的哨戰 等一下 Mistar這個 看起來 他騎手不要去跟對方做交火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如果這次把軍隊全部拉進來 這個騎手有機會可以摧毀掉這個部隊 他這裡都沒有槍兵沒有什麼 Maring Road的 滿人口 他其實補不出他的槍兵 這要注意一下 就是 騎手過來可以快速刷掉這些工程單位 因為騎手對工程器是有額外殺傷的 加上這些都是工兵 你打他也有殺傷 所以這一坨騎手 其實過來直接把這一坨 我弓兵換掉是完全可以的 然後Mistar這邊 又突然突發奇想 他想要去跟對方換家 因為騎手燒防止的速度會比對方用弓箭拆更快 他這裡要選擇的是用騎手做兩路迂迴 然後直接從後方去打擊對手的地標 說到這邊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 沒錯 阿蒙古的地標會移動阿 你是要怎麼打 你告訴我 蒙古地標會移動阿 他就過來抓的話他是可以拆包的 直接放棄自己的家裡的經濟了 Mistar只剩下63個村民了 這波Maring Road想要回救 他知道自己的地標 他對方是想要來拆的 你看這直接拉村民過來修自己的地標 然後前線的話還是留一些少量部隊在做壓制 在做壓制 然後再拉大量的部隊回來 少量部隊前線繼續做攻擊 因為現在所有的部隊Mistar都在前方了 所有騎手過來要硬燒這個地標 阿那個時候想打是孤出一指吧 這根本就燒不掉 而且 如果是正常其他文明的話 你或許還可以 可以搞定這件事情 就這裡 Mistar是直接打全家老小一波流的 順便過來 還直接被 這個少戰的加農炮直接炸爛 直接人GG阿 好啦 這樣比賽就跟各位帶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 那記得幫這個影片點個喜歡點個讚 那持續還是會跟各位帶來 西地博士的一些相關比賽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Mistar剛剛那波騎手 真的還蠻可惜的 我覺得當下看的時候 過來包圍我覺得還有機會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認為自己打不贏了 因為看起來衝衝三次衝不下來 他覺得他不打這一波也不行 那確實是一個很風險 而且很有趣的一個打法 不過 那反正最後是失敗的 好啦 Morino 的確實這系列戰四連勝 直接把他打大贏 那我們紅牛杯應該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之後就會回復一般正常天梯觀戰 一樣還是有很多精彩比賽可以看 好不好 那我們的影片 今天就跟各位帶到這邊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